后章法 你会看到我们这几年的考题很有意思 16年的考题里面考了一个后章法的章拉 17年考了一个现章法 所以咱们18年就不知道了 为什么这块给你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讲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 好吧 来再往后面我们进到后章法 后章法前面给各位去梳理过 它的大体流程了 那我们是先去做构件的制作 然后再去做章拉对吧 那么你把这个构件制作过程中 已经虚线这个位置 我们的预留的孔道已经做好了 后期我们穿运用力金术 放上这个千斤顶 然后做章拉处理就可以 我们前面的先章法 是在放章的时候 你的运用力才施加到构件上对吧 而在后章法里面 我们是穿竖之后开始章拉的过程 就在逐步的施加运用力了 这也是个典型的区别 那么等到我们成型之后 是不是你的构件就已经开始起拱了 然后我们两端再去做对应的 压江风暴工作就可以了 好 现在咱们就给大家通过现场的施工流程 每一个步骤的考点给你串联一下 首先我们先进到第一个大的步骤 章拉流程里面的第一个步骤 设置底膜绑扎钢筋 确定波纹管的位置 那么首先我们这个后章法的构件 它的底部后期是不是也接触不到 所以咱们一定是先把底膜做好 而在底膜建设这 往往我们做的都是一些大型构件 你要考虑不要发生下步地基 不均匀沉降 导致我上面变形 对吧 所以咱们一般都是在这设置通常的钢制膜板 防止出现沉降的一些变形 好 设好底膜了 我们就在底膜上面进行正常钢筋骨架的绑扎 那这边是不是它的一个端膜呀 通过端膜形式 你是不是可以判断出来 我这里面做的这个量体是T形量 对吧 所以你首先把我们这个类板的钢筋骨架绑好 端膜绑好 然后呢 支侧膜板 再做我们两边一板的底膜和侧膜 再去绑一板这个上部的顶板这个钢筋 对吧 这是你正常的构件建设程序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细节 就是我们在这是不是有预留管道的地方 管道的位置 跟我们的设计位置 应该是做严格的对应的 那咱们一般是在哪去设 受力大的地方去设 对吧 大家回忆一下 简质量的变形的模型 简质量是怎么样去发生变形的 我们前面刚讲完变形的特点 它受到竖相力作用之后 我们只在支作给它提供数值上向的反例 你的构件会发生什么样的破坏 向下有一个弯曲 对吧 那从弯曲图来看 受力最大的地方应该在跨中量的下部 还有支作量的上部 那你看这里面 我们的运力金不在哪了 支作处量的上部 跨中量的下部 所以哪块受力大 我们就在哪放运力金 它的位置严格按照设计来走 那我们怎么样把它把控严格按照设计来走 咱们一般每隔一钉间距需要去设置定位钢筋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可能有一些短钢筋穿过来 跟它的管道做一个固定 那我们在这里面用的是哪种预留管道的形式 给大家提个问题 这个是哪种预留管道的形式 通过小图就可以看得很明确 我看咱们学院有什么问题 做预应力的时候 浇注混音土之前不需要其他的配金 当然是需要的 我们正常的钢筋骨架还没有建的 刚刚说是先涨法 对吧 你把预用力金张拉完成之后 在张拉状态上面去进行正常骨架的建设 再去支侧膜 这是我们的工作 好 咱们有学院打出来的 对吧 这个是胶管 这个是胶管 它不是博文管 这是胶管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是一个光滑的平面 那典型的用的是胶管 抽型的手段去做的 好 那再往后面 我们就进到了你预留管道的一些小细节 把教材上的一些点打碎了 揉到了我们的流程里面 大家跟着大英老师把流程梳理一遍 你跟着我听课去记决东西 比你死精不要强 好 首先我们用力管道的安装 在管道上面 咱们需要设置四个孔 这四个孔 刚刚咱们在讲某具家具的时候 已经提到了两个 一个是压将孔 一个是翼将孔 它设置在管道的两端 压将和翼将 往往都是从我们的某电板 去做输入和输出的 第二个组别 我们一般需要设置排气孔和排水孔 这两个设在什么地方 水往低处流 气体往高处走 对吧 所以排气孔在管道的波峰部位 而排水孔在管道的波谷部位 最高点设置排气 最低点设置排水 那像我们刚刚看这个图片 是不是在跨中地方 它一定是排水孔呀 对吧 在我们之座这儿一定是排气孔 好 再往后面 管道检查合格之后 将端面封堵 因为它要在我们的构架混凝土 胶筑过程中 始终来保证这个管道的形状 所以要防止胶筑中有杂质会进去 可能会造成封堵 导致你后期穿筋穿不进去了 那我们应该提前把端面堵上 防止有杂物进入 刚刚咱们说了 管道的位置是怎么样做精确固定的 每个一定间距有这种定位的钢筋 把它们做好处理 现在我们图片上用的就是波纹管 那么这个波纹管是不是后期就留到里面了 我们里面是有抽筋的 你要把里面固定形状的抽筋 后期拿出去 这个波纹管金属的 我们就留到了这个构件里面 它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好 前面我们的骨架 钢筋等等都已经建设完了 副板的侧膜 包括我们一板这些膜板和钢筋都做完了 紧跟着你需要浇混凝土了 对吧 正常建设 随着胶筑 随着去做震导 震导的话 咱们在这种薄壁结构里面 没有办法插入的话 我们就在端面上去做外贴式的震导器 而在上面可以插入地方 我们就做插入式震导 最后咱们成型之后 是不是构架就是这个样子 它在通常的底膜上面 然后我们的构架已经成型了 端部你已经把管道做了预留 所以紧跟着下一个步骤 咱们是不是就需要去进行 等它养护强度达标了 我们就可以去张拉了 对吧 它的达标强度跟先章法是一样的 同样也是75% 所以在这我们紧跟着 达到75%强度之后 开始进行穿述张拉作业 在左边这个图片 我们正在进行安装 穿新式千金顶的过程 那右边我们整个设备安装完成之后 穿新式千金顶 它会接着油泵 油泵由我们的电脑边的工人 来做一个操作 持续的通过油泵 给千金顶做一个施加压力 然后通过千金顶把我们的钢筋做拉长处理 那么这是我们的张拉过程 张拉控制硬力 是不是我们前面在说张拉流程里面 这个小的数字呀 从零涨到出硬力 再抄张拉 这个数哪来的 这是我们工人在这边做的把控 好 再往后面我们来细致的看一下 千金顶的工作是怎么样进行的 左边这幅图在张拉端这儿 预应力金穿过川新式千金顶 在前端我们有卯盘 油泵通过油管往里面施压之后 它会推着卯盘往前走 是不是就被拉长了 所以咱们从出硬力开始去测张拉 伸长值的时候 也是从这块去测的 咱们可以看到工人是不是正在进行 观测我们的伸长值的大小 这个就是我们实际现场做教合的伸长值的由来 咱们在现场做实测 好 那紧跟着我们就来进到考点的推敲了 首先第一个预应力金的张拉要求 强度这儿我们刚刚说到过 它应该是不得低于设计强度的75% 那再往后面我们的张拉方式 方式这儿一个方向 你要看预应力金的形式 一个方向你要看长度 如果说预应力金的形式 像我们前面示例图片里面取的是曲线 曲线型 你的张拉力就相对来说比较难去做控制 所以咱们直接采取两端张拉形式 而直线型是不是短距离 我们可能一个接近点就可以满足了 所以哪个范围是短距离 25米以内的这种直线型预应力金 我们可以再单端去做 如果是25米以上的 我们直接上到两端张拉 所以假设你看到了曲线型预应力金 不用犹豫了两端张拉直线型 我们还要再去判断一下长度 把这两个区别去掌握到 那么关于这个方法的控制 也经常会出题 小心一点 那再往后面张拉前要实测 孔道的模组损失 这个是不是就跟我们的超张拉过程就挂钩了 因为超张拉里面有一部分的目的 是需要去弥补这个模组损失的 当然主要的目的是来进行我们损失的 预应力的弥补 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剩下张拉原则 原则这里面我们重点去把控张拉的顺序 分批分阶段对称张拉 顺序上面如果设计里面有规定 我们按照设计规定来走 没有规定 我们就按照先中间后上下或两侧 这个在我们16年的真题里面直接出现了 16年最后一道比较复杂的图 这个大题里面考到的张拉顺序 那我刚提到的16年考了个后张法 17年考了个先张法 好再往后面 张拉控制应力达到稳定之后才可以去卯库 卯具应该用风端混凝土做卯库 当然你达到卯库之后 我们紧跟着应该是做压浆的 压完浆之后再封卯 好咱们进来就来看一看压浆 压浆这个过程是在干嘛呀 我们已经张拉卯库完了 是不是你的运力筋是拉长状态 我们的构件也施加完运力了 那你为什么要压浆呀 因为孔道里面还有空隙 如果你不压浆的话 可能我们在吊庄过程中 你的运力筋是活动状态 就会跟孔道发生一些摩擦 那有可能就会断掉 而且里面如果有杂志的话 他就锈饰了 所以咱们需要通过筑浆 把孔道里面预留的孔隙给填满 那么现在工人是不是正在进行筑浆作业 从哪儿筑 从压浆孔去筑 筑浆孔去筑 这个一般在我们的卯垫板上面 是有一个小孔的 我们前面看卯具的时候 给大家画出来过 那压浆这一部分 又提出了一些小的细致考点 首先第一个 我们在强度的把控这 首先水泥浆不得低于设这个30兆帕 那么后面我们在锋毛混凝土这 跟它的强度要求是一样的 再往后面 每一组工作 每一个工作班组 应留取不少于三组的沙浆事块 这个留的沙浆事块 留的是谁的 留的是压浆的事块 对吧 而我们前面做购架的时候 是不是也需要去留购架事块 这两个可不一样 千万别的弄混了 购架是我们先去做的 所以它的养护强度 养护的过程 一定比这个要提前 对吧 为什么我们在这要留沙浆的 因为后期我们是一道 什么样的强度 你可以去移运 对吧 当我们整体购架养护强度 达到75%的时候 你可以调装移运 但是里面是不是还有沙浆呢 你这个强度没达到75 也是不能移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两面都要留实块 那标养28天 注意一下控制它的强度 压浆过程中 以及压浆后48个小时之内 要保证施工最低温度 不得低于50度 气温高于35的时候 压浆要在夜间做 为啥呀 热胀冷缩 对吧 热胀冷缩 是不是我们提到了 如果气温比较高 你的构价就膨胀了 构价一膨胀 我们的孔道就变小了 而你冷缩 构价收缩 孔道是不是最大的 我一定要在最大的时候去堵 对吧 如果你在小的时候堵 等我一收缩了 是不是我们这边就出缝了 所以在这一定是要在缝最大的时候 去施工的 好 那我们已经压完浆了 压完浆之后 是不是我们里面孔道也封堵好了 现在露出来的就是这个毛具 你要把毛具做个保护 这个保护 我们一般分两个阶段 首先第一个 把露出来的毛具 用蜂毛混凝土给它包裹住 这个叫做建设蜂毛头的过程 就是用混凝土给它打个包 那么把这个东西做好之后 我们在两侧 钢筋延长织模板 去胶筑蜂毛混凝土 所以后面我们马上要讲的这些要点 都是针对蜂毛混凝土去说的 而不是蜂毛头 这个你要去分开 它是不是相当于在我们正常构件之外 又接长了一块长度 好 现在我们来看蜂毛的 强度上面跟压浆强度是一样的 都不得低于30兆帕 但是在这我们还提到一个强度 它不得低于结构或凝土强度的80% 我们前面反复的在说75% 说的是什么 这个75%说的是不是我们养护到设计强度的75% 才可以干什么什么 才可以放张 才可以张拉 才可以调运 对吧 这个是达到设计强度的 而对于我们蜂毛混凝土的选用 它是在大构件外侧又加长的一块 这一块混凝土不得低于大构件结构本身强度的80% 也就是我们正常构件 假设选择的是C50的混凝土 那你在蜂毛端的混凝土乘上个0.8的缩小系数 是不是不得低于C40 对吧 我就举个简单例子 它像比例这种东西很容易放到计算题里面 给你稍微的掉一个思路 不直接考你这个比例了 给你换成数字 所以大家一定要会算 好 这是我们在蜂毛的不得低于结构强度的80% 那这个点 跟我们后面的水池部分 咱们昨天二件刚捡完水池 水池部分也要做张拉 也要做蜂毛 那蜂毛这一个部分在水池这薄壁结构 而且我们里面蓄的是水 它的强度要求更高 我们在蜂毛这块控制的是不得低于结构强度 也就是结构用什么 你就得用什么 甚至我还要再提高一点 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点里面 它的强度控制 也要比这个级别再往上走一个 我们控的是40兆帕 所以这个我讲到水池的时候 会再给你作为一个重点做例句 好 现在我们接下来给大家看下一个点 孔道内的水泥浆强度达到事业规定 多少规定啊 就是75% 主体结构也是一样的 在我们内部沙江也是这样的基本吊装强度 那只有到这种条件下 你才可以进行移运吊装工作 那这是我们预制构料 做完了现场去使用的一个整体流程 好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刚刚是把整个的过程通过图片的形式 给你做了个串联 包括细节的考点给你归到流程里面去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敲个一 咱们去往后面走 亚江在张拉之后的什么周期去亚 亚江应该在张拉之后48个小时之内 及时去完成亚江 这个虽然我们教材里面没有 但是是这样的规定 你了解一下就行 好 咱们再往后面去走 再往后面 咱们有学员说24 一般来说是48 那么这个咱们可能控制上 主要是参照规范上的数字就可以了 好 再往后面 后张法 预应力金张拉的程序 是不是跟我们先张是一样的 所以他在这个点上 我们要求大家控制的内容也是一样的 一个是掌握到到处应力去做一个 开始进行张拉的伸长量的量测 还有他的比例的掌握 另外就是超张拉的作用 超张拉的比例 大约都是在整体强度上的5%往上去增 所以你看到都是1.05 如果直接在控制力卯固 我们可能时段会缩小一点 那还有持核的问题 对吧 所以在这个表上 我就不再去给你过多的解释了 我们也不要求大家去背这个程序 你只要知道这几个方向 哪块是重点 它的意义是什么就可以了 所以这块我们快速的给过掉 教材里面也是有这个表格的 那你回去可以把这个整个流程 再去梳理一下 再往后面 在后张法的断丝和断金 是不是跟前面又一样了 所以在原理的东西上面 我们基本都是一致的 在这还记一个一啊 断丝断金利不得超过1% 断这个断丝啊 钢脚线的钢丝的都是不能超过1% 罗纹钢的不能超过一根 对吧 还是记一个一就行了 很简单啊 直接把它过掉 好 再往后面 我看咱们学院的问题啊 没有什么问题 直接做题出答 卯固的意义是什么 是吧 卯固是干嘛的 卯固的作用是什么呀 你这个卯具张拉完成之后 它是不是我们的运用力金的固定端呀 对吧 你这个先章法里面 我们是通过运用力金跟混凝土之间的卧果去施加运用力的 而我们后章法里面拉长之后 它就卯在我们的卯具上 所以相当于两端给构件一个向内的力 那你对于卯具的保护是不是一定要加强 一旦它受到损失了 我们这个运用力就没了 所以这个点里面我们必须对它做风貌的保护 把它包裹起来 保护起来啊 就这个作用 好 这道题喜欢什么呀 关于预用力施工的说法 找错误选项 14年整体 实际深长 理论深长 控制在6% 这是没问题的 我们教材里面给了一个6% 它是上下浮动 都可以啊 那超张拉的目的是减少孔道魔族损失的影响 这个是不是说的不全面呀 超张拉它的主要作用是干嘛 是在弥补预应力的损失 所以这个如果有提前下载讲义的学员 你最开始或者是上午或者下午下的这个是不太对的 我们这个题我下午备课的时候发现有些问题 它在超张拉这块的目的 主要的并不是减少损失 而是弥补预应力的损失 运用力损失里面有一部分包含魔族损失 所以第二个选项说到不全面 这道题应该选择第二个选项啊 那如果你是提前下载讲义的学员 要以我们最新公布的最终讲义为准 把这个题你要改过来啊 这道题我们是选择B的 这个错了 那么C选项后张法取到曲线的 波峰部排气 气体往高处走 所以它在最高波谷是低处控排水 这个是没问题的 曲线运用力筋两端 对吧 不用看长度了 曲线形的一般都是一再两端张拉 这道题如果你是先下载讲义的学员 把它改过来啊 以最终版为准 这个我下午备课的时候发现有些问题 嗯 好 好 咱们再往后面走啊 起拱方向如何控制 咱们提这种问题的学员 要么你上几个没来 要么就是咱们原理上没有太掌握到 为什么会起拱 在基本上一个构件的断面上面 我们所设置运用力筋的位置是在受拉力 或者受力最大的地方去设的 而在两体里面受力最大的地方集中在我们下部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去施加运用力 相当于在它两侧去给它一个挤压 你从一个构件的底部去挤压 你想它怎么去提供 它一定是往上走的 对吧 这种简单的原理啊 这个把大学学的东西往回捡一捡 好吧 后掌法的卯具还拿出来 卯具拿出来 你怎么去给它固定呀 那我张拉这个过程还有任何意义吗 卯具就是给它施加运用力的点啊 你怎么还给它拿出来 这东西不拿出来的啊 拿出来就毁了 来第二第二题选什么啊 后掌法运用力孔道亚将 还有封卯的规定中找正确选项 一般选正确的可能难度就上去了 亚将过程中和亚将后24个小时之内 结构混凝图不得低于5 这是没问题的 对吧 但是这个选项里面错了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是不是应该是48呀 对吧 并不是24啊 所以这道题错误的这个A选项出来 不要去选它 多跨连续有连接器的管道 张拉完一段灌注一段 我们要保证在后续连接的时候 前一段也是稳定 所以这是对的啊 那第三个 亚将作业 每一个工作班留取不少于三组 标养28没问题 白天气温高于35 夜间没问题 对吧 我说了热胀冷缩 所以我们要在孔道最大的地方去压 那就是夜间最大 那一选项 蜂毛混凝土强度等级 不易低于结构强度等级的75% 并且不得低于30 后半句话没问题 但是我们在这说的是蜂毛混凝土 它不得低于结构强度的80% 不是75 所以这道题是不是第一选项也错了 所以我们扣掉A和E 应该选择234 对吧 234啊 谁把第五个选项也选上了 没有好好去听啊 咱们有学员提到了 他觉得A选项也是对的 好 你单纯的去理解它 好像是对的 因为什么 因为24包括在48小时以内 对吧 但是我们在这要提一个小的 做题上的要求 在我们建造师的考试里面 特别喜欢给你玩的一个方法 就叫做文字游戏 不光是在我们的15课 还是公共课目里面 都特别喜欢做这个 他可能在某一个词的小的修饰上面 或者是描述的范围上面 给你稍微的转换一下 但是答案去什么 答案从我们教材去 所以从教材去 这个数字是绝对不对的 那你就要注意这个细节了 既然我们出现了这样的描述 答题的时候你选什么 选最贴近提议的 而且做多选题的时候 有一个小的窍门 我们叫做宁缺误滥 你如果多选上一个 他假设给你玩文字游戏 这是错误选项 你分都没了 那你少选他一个 你还能拿1.5 对吧 所以哪个轻哪个重 自己好好想 好 来再往后面 这个是17年2件题目里面考到了 关于混凝土结构 运用力管道 施工的说法 找正确选项 那么首先第一个管道可以采用抽芯法预留 这是没问题的 对吧 抽芯是其中的一个 那允许有局部破损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有破损就漏僵了 管道应该具有足够强度 刚度没问题 保证自己的形状 可以使用套管 长度上面我们是可以去做套管的 连接地方 外侧包裹直径大一号套管 那一选项固定困难的时候 可以适当移动位置 它的位置是要跟着设计走的 你能移动吗 不能移动啊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 A C和D 对吧 A C D 对多选题可以少选 你不把握了 千万别动它啊 在多选题这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保分 在单选题这 我们要抓分 在多选题这要保分 稍微一不留神 这两分就都没了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16年的考的这道后章法题目 同样我把不相关的问题给你掠掉了 我们就快速来串一下 城建城市互通的交通 交通工程 这个做的是立交桥 那第二连出现了三块 这个每一块的程度是不是都给了 运营利混凝土连续香凉 运营利张拉端钢角线数 横断面布置图给出了 这个是我们做的香凉 因为现在没有太清楚的图片 我也没找到 所以大家将就是先看一下 香型凉是什么结构 上面有顶板 下面有底板 中间有副板 这个香型凉体积比较大 所以它中间有三个格仓 那么我们在进行 进行建设的时候 运营利金数分布在了顶板 底板还有副板上面 好 这是我们的运营利金数 那后面采用的是直径15.2的 低松弛钢角线 每一根钢角线 七根钢丝 22的这个钢角线数 有15根钢角线去拧到一起 或者是我们这个某具 这儿是有15根来组成的 那么22在哪 这上面是不是有标号呀 所以S22是这两个 也就是我们中间的副板的这个位置 它中间布的是S22的标号 那么另外就是 香凉内管道长度是108.2 给了一个内部管道的长度 我们前面说了 下料长度 这个是一个主要部分 对吧 标号1的这个范围 好再往后面 施工中的事件3 编制了主线跨线桥第二连的施工方案 管道竖像布置是曲线形式 曲线形式用什么张拉方法 两端对吧 那设置了排气孔和排水孔的位置 排气排水设在哪 曲线形就有波峰有波谷 排气孔设在波峰高的地方 排水孔设在波谷低的地方 运用力钢角线张拉采用两端张拉形式 这是没问题的对吧 因为是曲线形 确定了运用力钢角线张拉顺序的原则 还有各钢角线数的张拉顺序 另外确定了张拉之后的工作长度 给了是100厘米 这个是不是1米 对吧 100厘米就是1米 那再往后面 并且计算了钢角线的用量 我们后面直接给出了两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排气孔排水孔分别是在哪 这应该是三个跟它相关的 刚刚说完了排气在波峰 排水在波谷 很简单 那再往后面 运用力钢角线数的张拉原则 前面是不是在张拉过程中跟你提到过了 先张法 我们主要考的是放张 对吧 对称 分阶段 分批 交错的方张 而在张拉里面 我们后张法给的张拉程序是怎么样的 也是均匀的对称去进行 但是我们张拉程序上面 一般是先去做中间 后上下 或者两侧 对吧 所以从这个点 我们回到刚刚的图片里面 这幅图片中间是哪个 是不是我们的SR 所以你一定是先做最中间的SR 后上下或两侧 它上下是不是没标呀 所以咱们在这有两个方案去答 你答S21 S23 或者是2321 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再往后面 我们两侧去做的时候 也是上下 你只要跟前一个对应就可以 所以这块 一般我们的张拉顺序是跟着设计来走的 在这个点里面 我们一般直接取上教材上的一个答法 咱们在这边给的答案是从上到下去走 当然你答下到上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出入 那其实咱们在施工中 这个张拉顺序是一定要严格按照设计来走的 好 再往后面 第三个问题 事件三中结合背景资料 劣势计算 代号S22的钢脚线数 要用多少米钢丝 钢脚线来制作 没有到钢丝呢 对吧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大题的背景里面去看一下 首先咱们图片里面标识的 我现在要求的 就是S22的整个钢脚线长度 对吧 在横断面上 S22是一共有两个大的钢脚线数 那每一个钢脚线数 是由15根钢脚线组成的 所以钢脚线的数量 应该是2乘以15 对吧 我们这里求的是钢脚线数的数量 那它的单根长度是怎么样来的 单根长度 中间有主要的管道长度 你是不是还得加上我们的工作 工作长度就包含了我们的这个 锚具的中心 到咱们前端的受理中心 所以这个长度咱们直接两端 各加一米就可以了 108.2直接加上工作长度 两端都得留乘上个2 所以单根的我们走的就是110.2米 好 现在单根已经有了 对吧 单根有了之后 我们再去乘上相应的总数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了 那咱们在这个点里面 一根的数量只要算出来 你再乘上一个15 拧成了一个线数 我一共有两数 对吧 把这两个整体就梳理清楚了 所以最后总的答案 咱们直接来看这个过程就可以 这道题虽然感觉上是比较难的 但是你想一想就没有那么难了 把单根的算出来 然后15根钢脚线拧成了一个SRR 我们在断面图上一共有两个SRR 再去扩大上一倍就行了 所以这是我们这道题 咱们教材上给的原则是先中间 后上下或两侧 所以其实还是按照设计来走 那如果你做过现场施工的话 这块应该比较吃香 没有什么大问题 对外漏长度 咱们是把它归到工作长度里面去了 没有再去做单加 好 那咱们到这就把整个的预应力 施工给各位介绍完了 我们主要是今天的课程 把先章法和后章法的整体流程 都做了梳理 包括咱们这两年出现的大题 也带你去做了一个学习 那其实我们近两年的真题解析里面 也会发现这两道题 普遍的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吗 风卯露钢筋头吗 我刚刚说了风卯是干嘛用的 保护 你露钢筋头 是不是可能会接触到大气 为什么要露呢 一定是包裹到里面的 好 没有什么问题吧 S11怎么放拉 我们在这是后章法 哪有放章 是章拉的过程 但没有问题 我们就接着往后面去走 直接进到下部结构的施工 在下部结构施工里面 咱们前面是不是讲过 桥梁的五大部件 五小部件 在桥梁的下面 我们首先基础这儿有蹲台的基础 咱们可以做扩大基础 或者是装基础 扩大基础一般在陆地上面去 明挖基坑做 而在这儿我们一般施工是装基础 装基础跟我们的蹲台之间 会有成台去做一个过渡 那么这个成台在水里面 是不是往往都在水中去做施工呀 所以我们首先在下部结构里面 讲的第一个点 就是给它的施工提供一个 干作业区间的前提条件 你要先去做围烟 那么围烟其实就是一个围水结构 相当于我们在水中放一个杯子 把这个杯子里面的水抽干 是不是杯壁围着的这一块就没有水了 是干作业的 你可以在里面去进行施工工作 那当我们把成台做好之后 在它上面再去进行蹲台的施工 敲蹲和敲台 我们叫蹲台 那等你这一部分做完了 我们是不是再往上面就可以施工 蹲顶的我们叫做盖梁 蹲台上的我们叫台帽 对吧 这两个联系构件 相当于咱们建筑里面的两体 在台帽和盖梁上 我们再去安装制作 然后进行上部桥跨系统的施工 当然咱们在这给大家配的图片 这是不是典型的钢构桥 钢构桥 咱们就不需要去考虑相应制作的问题了 因为它在连接点这是钢节点 那么这种桥它的整体性比较好 但是后期可能会在受力比较大的地方开裂 也是有弊端的 我们现在做的绝大部分的桥梁 还是在利用弹性制作 给它一个变位区间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形式 好 没有什么大问题 咱们就继续往后面走 桥梁难呀 桥梁不会特别的难 其实咱们虽然说工程种类比较多 但是所考的原理并不是特别的深入 那么还是尽量在我们一键的备考中 也要过多的去 不能说过多的 尽量多的去积累一下我们现场的经验 老师这边给你整理的相关资料 包括我也会去咨询我们做现场施工的 这个同学呀 朋友呀 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工长的认识 然后咱们去给大家做相应资料的补充 那有什么问题 可以及时在公屏里面留言 或者是进到我的这个公众号里面 来跟老师交流 好 那我继续往后面讲好吧 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对因为我们17 17年刚考完先章 16年考了后章 所以再往后面18年 他可能就会稍微的绕一绕方向来出题了 公众号什么 辛苦我们助教老师给我发一个公众号的这个名称 你可以搜一下 对谢谢助教老师 来再往后面我们就开始来讲 下部结构施工的第一个部分 提供干作业平台的这个建设 我们把它叫做维艳 维艳在15年里面考了大题 所以今天咱们这一节课挺有意思的 151617考大题接上了 那咱们现在看一看维艳 刚刚说了原理 就是一个提供干作业环境的东西 所以我们怎么样把它设置成一个连续的隔水结构就可以了 在我们教材里面 这块内容给大家放一个大的表格 表格里面涉及到了土石的维艳 板装的维艳还有我们做套箱的 甚至是我们做了相应的双臂钢维艳等等 这个我们有一些点是要求各位做重点掌握的 剩下的你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先来看基本的规定 第一个维艳要高出施工期间可能出现的最高水位 0.5到0.7米 这个是什么意思 假设我们的水面是在这的 你在施工维艳的时候主要目的是隔水 对吧 那现在我们维艳的高度一定要保证把水完全隔开 所以它的最高高度要比我们的最高水位 包括你浪高的水位 往上面再去增加一个高度 就是0.5到0.7 那么这个数字需要各位去稍微的记一下 在15年考到大题里面去了 再往后面考大题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其实维艳这话出大题出的也是相对难度就变低了 一般我们不怎么太考大题 好再往后面 外形会影响艳体的受力情况 必须要去考虑它的承载力和稳定性 所以我们在建设过程中你要考虑它受力状态 一旦我们做的是一个深的维艳 深的维艳越往下受的水压力是不是越大呀 那如果你的成立能力不足 可能我们在底部受力过大去会发生变形 变形之后你还怎么去维水 所以这块我们做完之后一定要做相对的演算 好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在教材上给你把重点提炼出来 在我们教材这个内容有个大表格 我刚刚提到过了对吧 那你就着我给你归纳整理的重点部分 在表格里面去画小星星 维艳里面三个部分 土石的板窗的套箱的 在这三个部分里面有几个需要各位做重点掌握 土石维艳里面重点就看土维艳和土袋维艳 这两个考评最高 而板窗维艳里面重点看钢板窗 钢板窗可以做维艳建设 在我们后面明挖机坑施工里面 第三章轨道工程 维护结构做钢板窗维艳也是有的 所以这个点你把它学透了 后面我们就省心了 那套箱维艳里面重点看钢套箱的 教材表格里面 把它们几个先画上小星星 那我们教材的表格给的是什么样的 我把它做到讲义里面来了 在这个内容里面 我们需要大家掌握到每一个类型里面的基本特点 什么特点 适用条件 那么这个点我们可以怎么考呀 在题杆里面给你描述一下 我们现在的流速是多少 水深是多少 河床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让你来选 可以用下列哪个维艳去做 所以从这个点里面 大家一定要去梳理清楚 我刚刚说了 土石维艳我们重点掌握哪个 土和土豆的 单纯的用粘土去做维艳处理的话 或者是用土豆的 这个咱们基本上都是在岸边去使用的 比如说可能我施工一个桥台 桥台在两边 对吧 这个桥台的范围正好被水浸泡了 所以我们需要给它提供一个钢环境 那好 你在挨着岸边的地方去设置这个土维艳就可以了 它一般比较少会出现在中间桥墩的建设 除非是我们的河非常浅 为什么呀 你粘土做出来的一冲就散了 一旦流速上去深度深了 它很难成型 所以这个点适用于什么 水深不大于1米5 流速不大于每秒钟0.5米的这样的窗 那么对于这个河流里面 流速也慢也比较浅 我们很好去把控 你可以用土维艳去施工 河边浅滩 渗水性比较小 不容易透水 那么土袋呢 土袋咱们在发洪水的时候最常见 咱们消防官兵会拿着这个土袋子 去筑这种蓝红的堤坝 对吧 其实跟它原理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用这种土袋 它像砖块一样 给它错缝 码气到一起 就形成了一面防洪墙 所以我们在抗洪的时候 都经常因为这个手段 那么它在土维艳基础上 是不是就升级了 把粘土 用土工合成材料 纤维袋子给装起来了 所以它的整体性就提高了 不容易被水冲走 那么这个适用于水深不大于三米 流速不大于每秒 一米五的地方 同样也是湿水性比较小 淤泥比较浅的地方 这两个烤坪是最高的 所以大家重点掌握 而剩下这些木桩竹条的竹扒的 还有我们铁丝的堆石土的 你就大概看一看 适用范围稍微的了解一下就行了 基本上在土石类的里面 我们都不是做太深的尾烟处理 因为它很难去承担 那么上面这个 尤其是比较浅的地方 好再往后面 我们进到板状类 板状类包含有钢板状 还有钢筋混凝土板状 钢板状是重点 对不对 钢板状是什么样的形式 它是把U型钢板 一片一片的打到河窗里面去 所以是不是要戳到河窗里面去 才能得到有效支撑 那一旦我们的河窗 是比较硬的岩石河窗 你打得进去吗 打不进去 对吧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河窗 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一定是能够打射进去的河窗 在这我们说了 沙类粘性碎石 风化岩 风化岩是不是一打就可以碎掉 虽然说坚硬河窗 但是是风化岩 如果跟你说的是整体的这种河窗 或者是有大飘石的 很硬 那你还能用吗 绝对不能用 所以在判断条件招 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一般适用于深水或深济坑 但是其实越往下 我们承受的力量是越大的 它也做不了太深 那这个咱们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它比套箱是可以深一点的 这个范围咱们了解一下 好 这是钢板状 在形状上面 就是把U型钢板做的拼接 我们先打下去一片 然后再打另外一片 它们中间是有锁扣的 锁扣的地方 我们通过防水材料去做碾缝 所以我们块和块之间的拼接 就可以起到防水效果了 你再把水抽干 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对吧 我们现在先给大家去找一找它的图片 一看你就明白 这种就是我们的钢板状为艳 是不是我们把这个U型钢板 一正一反去做了一个拼接了 中间锁扣的地方 再去放上碾缝材料 然后你把中间水抽出来 好 干脆也还进去有了 好 这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钢板状的 那再往后面 还有钢筋混凝土板状 钢筋混凝土板状 也是把预制好的板状 打到河窗里面去 所以它是不是原材料变了 对吧 其他的原理并没有太多的发生调整 只不过我们在这可能是做成扣缝形 或者是一片一片做拼接 再往后面 钢套箱和双臂 套箱尾艳是用钢板焊到一起的 它可以做成油底的 也可以做成没底的 油底的就像一个正常的杯子一样 但是我们杯底要预留几个孔 它要跟装基础套到一起 而无底的直接给它戳到河床上面 把里面的水抽干就可以了 所以两种形式 而双臂钢围艳 就是在钢套箱围艳上面去升一个集 我们做成双层的 双层钢板焊到一起 中间我们用行钢放上一些骨架 那这个体量是不是可以做大一点 体量做大一点 浮力就大 所以我们在就位过程中 可以通过往隔舱里面去灌水灌沙的形式 让它稳定就位 这个所适用的是深水机构 可以做的体量很大 而套箱这个 我们一般放在埋制不深的水里面 它做不了深的 那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区别了 这是可以放在深水的 但是这个是埋制不深的典型区别 在我们教材的表格里面 一定要掌握到这些非常典型的判断点 其他的施工细节 我们放到后面再来说 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什么问题吧 咱们现在有学员说 听了听了 是不是有没有信心变少了 是吧 不用着急啊 其实现在我们是在打基础的过程 明年九月份才考试 你现在没信心了 后面怎么办呀 跟上老师踏踏实实的一点学 你这块理解了 记住了 我们反复的多去强调几遍 包括我们周五 还会给你放课程的回顾 对吧 那你着什么急啊 只要跟上老师一点点去做 自己每天的工作任务量做到了 那结果一定是好的 最怕就是 我觉得这个难啊 那我就不学了 你就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啊 一定要有这个学习的过程 积累的过程 每个人都是很痛苦的 老师自己在考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 好 现在我们来看施工上的点 那首先第一个土维艳 在土维艳这一部分里面 我们前面说了 适用于浅的 流速慢的 对吧 所以这个点里面 我们首先所选的 粘性粉质粘土 或者砂质粘土 去做住艳材料 主材是什么 粘性土 对吧 粘性土有什么特点 土颗粒比较小 渗水性比较低 所以这个水是很难穿过它的 我就可以用它把这个水挡住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不是就是典型的 在岸边去进行施工呀 水位在这 你不给它围住 我这是泡在水里的 我施工不了 所以咱们现在周围 半月形的一圈 给它进行土维艳的建设 咱们教材里面 还有提到一些小的数字 要求通过粘土的天塞 要高出水面 咱们前面说 高出水面多少呀 来回忆一下 不要往回看啊 不要往回看 周五的回顾 我会放到公众号里面去发啊 高出水面多少 0.5到0.7对吧 不要说我跳一下 问你就不会了啊 高出水面0.5到0.7 验顶的宽度 大约在1到2米 那么营水面 是不是挨着水的这一部分 我们做的适当的缓一点 大约是1比2到1比3的坡度 在背水面 我们可以做的稍微抖一点 大约1.15到1.1的坡度 1比1的坡度啊 那另外我们这边的坡角 要离我们开挖机坑的边 至少要大于一米 所以这个小的数字 咱们再跟着教材去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那它基本上 我给你画一个河流啊 水流方向是这样的 假设我们要施工编布的 一个小的位置的时候 咱们通过土围燕 在这围上一圈啊 那么这个大家要注意个细节了 我们施工的方向是怎么做的 我刚刚画的方向 是不是画方呢 水流方向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应该顺着水流方向去做 应该从上游开始 向下游去做 所以维燕的建设顺序 也是从上游开始 顺着下游去走 我刚刚画这个图的时候 是不是这么画的呀 就错了啊 一定要记得 在这块强调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维燕 都是从上游开始 向下游去施工的 好 再往后面第二个土带 土带是不是比我们土维燕 就升级了一下 刚刚提到了 用麻袋 丝麻袋 或者土工合的材料 去做的包裹 那么这个东西 我们在建设的时候主要就是来控制 道和道之间的错缝 形成我们的气墙的结构 相互错缝 堆砌 密实凭整 但是我们整个的维燕结构 并不是全部都做这样的天塞的 一般都是两边进行土道的建设 中间为了省钱 我们可以做黏土的天使 这个其实不影响它整体稳定 那坡度的问题 坡顶的宽度 这些咱们直接回去细读教材就可以了 在这我就不再各位强调了 因为一般出现他们两个的话 也是在考你范围上的选择方法 很少有考到具体的数字的 我们主要以了解为主 再往后面我们进到钢板桩 在钢板桩尾艳这个点里面 我们首先刚刚前面在表格中就有提到 它一定要打到河床里面去 所以有大飘石和坚硬岩石 你能用吗 不能用 坚硬岩石里面 风化岩石可以的 但是其他的硬岩你根本打不进去 形钢 U形钢板 它毕竟还是一个钢结构 它很薄 所以一旦很硬我们就变形了 那剩下施打的时候 必须有导向设备 我们前面说两片之间要去互相碾缝防水 那如果你一片打直了 一片打歪了 根本碾不到一起 所以这个点上面 我们每一片施打都要有导向设备 这个导向设备 咱们稍微的拓展一下 一般咱们通过导向设备要把控的是这个构件的什么东西 咱们学员想一想 这烙上磕了 是吧 咱们考一件的学员可能工作要比二件学员要稍微的高一个级别 控制的是什么 对非常好 我已经看到了正确的说法 在导向设备这我们主要控的是垂直度 垂直度 好再往后面 施打顺序从上游开始向下游合拢 土为燕土带为燕 更多的是在岸边去做成半圆形 而这个结构我们就可以放在中间去隔水了 对吧 我再给你画一个刚刚的河流的平面图 现在水流方向 这是上游 这是下游 我在中间要施工一个这个层台 然后我问你 我现在对于它的维燕钢板状应该怎么样去打 原则一定是从上游开始下游结束 对吧 现在我要做一个圈了 做一个圈怎么办呀 咱们就从两侧开始 两边同时从上游开始 然后到下游去合拢就行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给的关于它的正常的合拢顺序 上游开始下游合拢 但是我们做远景的一般都是分两边去走的 好再往后面 钢板状可以用的方法 垂直振动 涉水等等方法做一个处理 垂机就是我们用垂机设备一下一下像钉钉子一样的砸进去 而震动呢 我们的震动沉装机械通过震动作用把它沉入合床里面 涉水呢 涉水一般是在下不用高压水把土喷开啊 相当于把区间我们先提供出来 但是涉水这个方法有局限性 如果底下是粘土层我们就不易采用了 因为它本身含水量就比较高 可能你冲开的效果还不够我们对原来河床的一些污染啊 好再往后面 经过整修或者焊接之后的钢板状用同类型钢板状去做索口实验 你要保证材料是一个垂直的可以碾缝的状态 阶长的钢板状相邻的接头位置要错开 比如说我们在这几片钢板状做连接了 它的深度比较深 所以我们上下是不是拼的呀 这个拼缝在这 右边这根拼缝就不要摄在这个位置了 我们要给它错开啊 如果你都摄在一个线上 是不是薄弱点呀 很容易出现弯折的啊 所以注意一下这个细节 好刚刚我们是不是翻到这个图片已经看过了 左边这个做的是矩形的钢板状的形式 那在矩形里面 我们平直段是U型钢板正一个反一个做好锁扣 而在端部这个位置 脚部这个位置 我们一般会有设置异形的这个锁口片去给它做一个处理 而弧形的是不是整个就是U型钢板去调整的呀 对吧 所以这个施工起来 比这个少一个边角的部位啊 这个结构稍微不太一样 好下面这两幅图放的就是我们的混凝土的板状 也就是我们向下打的东西就是混凝土构件了 不是钢结构了 那么显然它的支撑效果是比较好的 对吧 但是我们前期可能考虑到相应的防水需求 或者造价角度 这个花钱花多 而且我们施工起来对于设备的要求就变高了 对吧 前面钢板是很轻的 你要放一个水泥混凝土的那很沉的啊 可能我们在吊装移孕包括沉的过程中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好这个是钢板装的 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没有敲一个E我们继续往后面走啊 我发现我得随时跟你们交流着 我不跟你们提问问题 你们就聊天啊 来 再往后面我们就进到套箱啊 在套箱维艳里面是不是主要是做一个隔水了 我前面举的例子 它是个杯子 对吧 那它的主体结构是通过钢板焊接去成型的 首先第一个 我们如果做的是无底套箱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把杯底抠掉了 只有一圈的杯壁 对吧 这个东西你怎么样去隔水 一定要把它戳到河床上面 把里面的水抽干才可以 那另外一个就是油底的 右面这一幅图就是一个典型的油底套箱 你可以看到周围是我们的套箱壁 钢板做焊接 底下是不是跟我们的装机厨顶端连到一起了 它也是带底板的 但是我们上面有预留的孔洞 跟咱们的装顶做了一个扣接 那么你跟它连到一起之后 这个咱们一般都是做高装成台的时候去使用的 它底下还是水 所以我们接缝处是不是可能就会出现有渗水的情况 那咱们正式施工之前需要对它做一个隔水的处理 我们一般做封底 那么这种结构 咱们看不到底 就假设它是一个无底套箱 它直接就戳在河床里面了 我们把里面的水抽干就可以 这种结构 咱们一般不能做在深水的基础里面 因为单一的钢板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 在深水基础里面 我们可以去做相应的钢板装 或者是双臂的钢板 也都可以 好 那我们在这再给大家去放上一个力图 这个图片里面我们展示的是你所施工的成台 它距离我们河床的位置 咱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是不是我们的成台结构没有进到水面里 对吧 所以这种结构我们在施工的时候 基本上在上部提供一个工作平台 做好底膜 你就可以去施工了 对吧 它没有水的影响 那你这个平台只要跟我们的装基础去做好稳固的固定 包括我们现场的一些服用平台等等的控制就可以了 那是不是不需要去做套箱呀 而第二种这个情况 我们叫做水中的高装成台 这个是水上的 水中高装成台 我们的成台结构在水面以下 所以不做套箱不是给它抽水 是没法施工的 那这个情况咱们一般做的都是油底套箱 你需要把套箱底跟我们的装顶做一个连接 像咱们上一幅图里面看到的有一些小孔 对吧 把它们拼好之后做封底 然后进行正式施工 而第三种情况咱们叫做水中的低桩成台 这个成台是不是已经进到河床里面了 进到河床里面 你再做油底的也没用了 所以我们直接无底的戳到河床上 然后给它封底 把里面的水抽干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们给的相应的不同情况 那你看无底的适用在哪 油底的适用在哪 一目了然 那在这我们针对无底的 还有一个小的细节 需要大家去做一个掌握 什么样的细节 在无底套箱里面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戳在河床上 底下是平的河床 那我就把底面修成平的 一旦我们底面做的是倾斜的带坡度的河床 你的套箱底还是平的 是不是我们套箱就歪了 你的结构也变不了了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要把套箱的底 修成跟我们的河床底坡度一样 这个细节咱们稍微掌握一下 始终保证我们的套箱是在一个平址状态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在里面去施工的 好 没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问题 我们就继续往后面去讲双臂纲维叶 这块支支点是不是比较简单 我看公屏里面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刚刚有几个打二的 打二的学员 你有什么问题 给我具象化一点 放到公屏上面 河床肯定就稳固吗 河床当然不可能一定是稳固的 那不稳固的怎么办 咱们可以把底部的适量的淤泥去做一些清除 对吧 包括我们向下插打的时候 你要去进行勘测 看一下资料 底下是什么情况 咱们再做这个灵活的调整 并不一定 好 没有问题是吧 那我们继续往后面看双臂的 双臂纲维叶 刚刚说的就是升级版的套箱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个图片 这个就是双臂纲维叶 内面一层 外面一层 里面一层外面一层 我们中间是不是放置了行钢形成的隔仓呀 所以这个结构你可以看到体量是非常大的 它就适用于一些大结构的成台的建设了 那么既然我们做的体量很大 你下沉的时候所受的浮力一定也是比较大的 那咱们怎么样对它做一个稳固下沉的把扣 隔仓我们在焊接之后是需要对它的一些密封性能做检验的 后期下沉过程中对称均匀的往里面去灌沙或者灌水 通过重力的增加来使我们的双臂钢纹业稳固的下沉 那么它所适用的机坑就可以做深水机坑 同样断面尺寸可以变大 这是我们的双臂 那刚刚提到了内外两层钢板各节块焊接的时候 一定要去按照顺序来做 这是不是我们方案里面去做的 然后拼焊之后焊接这项检验还有水密性检验 这个水密性针对谁来做 针对我们的隔仓隔仓因往里面要去灌水的 好后续浮运定位的时候 稳定性的验算 在水深或者是水急的时候去做相应的浮运处理 那你一定要考虑相应的水流影响 所以我们在就位的时候需要设置导向船 那另外咱们在这提到了一个小的初步锚固 下沉前初步的锚钉应该放在上游 因为这个水是不是往下去冲呀 所以你怎么样把我们的浮运船先去做一个基本稳定呢 我们在前面给它盯一下 你这个船只上面是不是都有带我们这个锚 对吧 所以把它放下去之后 我们这个位置基本上取于稳定状态 我们再往后面去做后续的一个就位 那下沉过程中 围焰露出水面高度不得小于一米 还是要保证里面不要再灌水了 确定位置之后 向臂腔内迅速对称均衡的去灌水 还有的地方是灌沙的 然后让它来落床处理 水下风底之前去做青鸡竹片检验合格 所以这是我们的双臂钢围焰箱的那种 这个应该并不是很难啊 你能够理解它的适用范围 就可以很好的掌握这个点了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立题 这道题选什么呀 聊得很开心是不是 来这道题选什么 咱们在课堂里面交流是好事啊 但是尽量这个交流还是放在你能听懂的前提下 还有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下 最好放在课后啊 这个选什么 对现场填柱土为焰的施工要求是什么 填土为焰流速一定是低比较浅的 上游开始下游合拢 这个是没问题的对吧 蛀烟材料粘性土粉质粘土砂质烟土 没问题 打木桩固定 打木桩固定 它本身已经住的相对比较密实了 你再给它一丁就散了 这个咱们一般是用在土壤为焰里面啊 所以这没有这个的 为焰底下的河床上的淤泥石块杂物清干净 咱们刚刚学员提的问题对吧 底部一定是稳固的吗 不一定 那不稳固怎么办 给它清理一下啊 这是没问题的 分层夯实 夯实吗 不夯实 你怎么夯呀 一层一层的往上去填对吧 难道你机械进到里面再去打烤吗 我还有水的作用 你不可能有很好的作用的 所以咱们一定是填到高出水面之后 统一进行碾压密实 这道题我们不选E选项 所以扣掉C和E都去选 好再往后面 第二个 施打的顺序按照施工组织规定去进行 一般是怎么做的 提干里面说的是钢板装维烟 对吧 我们前面说了 钢板装维烟可以做深水基础 所以大多数都在装的这个位置中间去做 一圈的结构 前提上游开始下游合拢 一圈结构分两边 那么从上游开始吧 下的都给它滑掉 上游开始分两头到下游施打到合拢 这道题选择C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就是15年刚刚提到的一个案例了 你会发现这道题出的好简单 咱们一起快速过一下 跨核道强梁工程 锁跨核道流量比较小 深度超过5米 核到底的土质主要是粘土 编制了维烟施工专项方案 监理审批的时候发现了一些问题 第一个顶标高不得低于施工期间的最高水位 我们前面说了 你跟最高水位平齐 是不是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你这稍微来一个风 刮一个浪进去了 所以我们要比最高水位再高一点 对吧 高多少 0.5到0.7 再往后面 钢板桩采用涉水下沉的方法去施工 涉水下沉是不要看土质 前提条件里面说了 主要是粘土 粘土能用涉水吗 不能 所以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 这个方案里面有什么问题 下沉的时候不要采用涉水的施工 为什么 因为土质主要是粘土 粘土中要慎用涉水方法 这个也错了 那第三个 钢板砖维烟从下游到上游正好翻了 这15年的一线大体考到这么简单 估计就是故意要提高当年的一个通过率了 可能市场需求比较多 那接到监理部发的审核意见 对方案进行调整 一定是把他们三个错误改过来 项目部向当地住建局报告 争得同意之后开始施工 那刚刚我们看到了整个的大的问题 顺目方案存在问题 再去给出正确做法 这种题目是经常出现的 我们先给大家去构建一个答题的模板 碰到让你挑错的问题怎么办 你要先去指出来 错误之处在哪 正确做法应该是什么 这是一个标准的模式 所以指出存在的问题 再去答错误之处 尽量我们打找错问题的时候 以这种模式来进行 好 这个我们就不再去提了 那第二个 争得哪些部门同意 这个小的问题稍微有一些超高 咱们可能很多学员都没有关注到这个点 那既然我们现在是在河道上面去做施工的 是不是可能对于我们河流的原有运输 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航道上的一些需求对吧 所以从交通的角度 从我们河道的管理 包括你施工的许可角度 咱们都有很多部门做把控 那么这道题目涉及到了规划 交通管理部门 水务的 航运的 还有建设管理部门 这几个都要去共同同意 所以看一旦我们的工程涉及到几个方向 那么他所签审的部门就变多了 好 这是我们15年的这道题 对 这是15年考的一个大题 这个应该是我们当年的通过率会有一个往上提的一个过程 好 那我看今天已经到九点了 咱们就把装基础统一放到下节课一起来讲 好吧 我们下节课去讲相应的装基础 陈入装 还有灌注装 整体给你梳理明白 包括蹲台的 那咱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就给大家放到这 现在我把我们二维码的这个 大家放到公屏上面来 那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扫描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 那可以直接给老师来发消息 或者是在文章下面去留言 我一般每周一到周五都会去陆续推出一些文章 明天是周五 我们主要是进行昨天周三二件课程的回顾 还有我们周四一件课程的回顾 你今天如果没有太听明白 明天去抓一下股价 那么另外我们每周二是放练习题的 这个题目是针对一件来做的 周一的时候我们一般会给你放一些相应知识点的整理 包括我们每一章结束之后 我前面说了会给你做一个章节的思维导图的 这个整体的做啊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发了一篇道路的 你可以上去看一看 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和老师来交流 我可以刷一下公屏记录啊 那听直播的时候可以来给老师做一个评价 大家可以来给我打打分啊 剩下课程相关的问题 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助教老师 今天是哪位老师呀 那我这边就交给助教老师了啊 大家辛苦 好 熊猫老师是吧 好 那有问题咱们咨询一下熊猫老师啊 Shall we subscribe to the channel? iff de 哎呀 ��도록 parti bitch vi 咱 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